一直開闢道路以車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 或者是以文化跟自然生態為本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從這邊然後走去曾統府陳情 然後我們還會再從曾統府走到內政部陳情 然後會再從內政部去文化部陳情 今天是我們一個小遊行的陳情行動 那我們的車子跟那個就是那一張海報 上面有一個QR Code記者朋友可以掃 那個是我們跟文職局合作我們拍的一部紀錄片 然後現在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 那這部紀錄片是西港跟台灣的唐葉歷史的一個 口述歷史的一個影片 好 那這段影片重點是他現在已經被西港當地的學校 那個西港國中跟港民中學納入歷史補充教材嗎 可是我們現在很可惜的是有一些有很多的移構 雖然我們影片裡面講的很清楚 然後介紹的也很清楚 可是現在很多已經看不到 好 那我們最後呼喊一次口號 我們就前往總統府 來年湯鐵被消失 來年湯鐵被消失 政府出面就為止 政府出面就為止 中央地方不同調 地方發展會外調 地方發展會外調 協調中央與地方 發展文化推廣 歷史記憶要保留 台灣才能No.1 變更殺戒 立即停工 男師傅被信毀堂鐵 認證不 變更外環道 四線車道沒必要 連線車道剛剛好 交通文化都顧到 文化不合一起來 價值評估已出來 文資身份還未定 湯鐵已經去投胎 定期跨部公聽會 各界商討定未來 變更殺戒 立即停工 變更殺戒 立即停工 政府默示 湯鐵默日 政府默示 湯鐵默日 OK 好 那我們現在啟程 去總統負責我們的 蔡英文總統